彭怀南表示 明年景气U型复苏 上一次景气的复苏是一个V字型 这一次景气的复苏它是一个U字型 今年1.1明年3.7 那就是力道也不小了 1比3就是力道不小了 中央银行总裁彭怀南 昨天出席立法院财委会 乐观看待台湾明年经济成长率 将回升至3%以上 但他认为这次景气复苏呈现U型反弹 力道不如金融海啸后的V型反弹 包括台积电等科技大厂则认为 明年第二季起会有比较明显的成长 台大经济系教授林向凯说 虽然外界认为明年美国中国 渴望逐渐复苏 但整体国际经济局势仍疲弱 只要台湾出口一有闪失 谨慎乐观就可能变过度乐观 他说这个U字型的底部看来很宽 要大幅反弹可能还需要等待 同外难提醒中国过去 依赖从台湾进口原物料后再加工出口 如今中国已改变产业发展方向 台商需要注意产业链是否发生断链问题 失去下游订单 他也重申台湾是小型开放经济体 有如一条小船 美国透过货币量化宽松输出美元 就像航空母舰从旁开过去 小船势必受到热钱浪潮影响 未来必须密切关注美国动向 另外中华经济研究院昨天公布最新经济预测 预估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为1.19% 明年将回升到3.6% 董新闻综合报导